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距还是非常非常的小 对对 那给我们观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 保守党这次他主要的政纲在哪里 我想在2019年的这次大选里头呢 我们我自己本人在过去 他不包括半年时间里头都去 我自己的选区里头不断的去敲门拜访 那么其实咱们我们的党所敲的那个主题 就How do you help you to get ahead 这个其实也正正的反映了 我在敲门拜访的时候收到很多的反应 就是说现在生活的担值越来越重 政府好像对于我们人民 尤其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头 自由党的那个杜鲁多政府呢 好像只是管在一些社会的议题里头 大麻等等或者是重税啊等等 加了很多 在过去差不多四年里头 一个平均的中产的家庭呢 那个税上已经加了大概八百块以上 那么再加上他们这个意识形态 对碳税的一个追求等等 我们将来在生活那么沉重的负担的上面 将会摆上嘎基 那么所以对这个对保守党来讲 这个是不能够服事的一个事情 再加上他们这样做呢 还加拿大的国债还不断地增加 自由党三年多四年里头 我们已经增加了七百三十亿那么多 他们现在所提议的那个政纲 更加多 如果未来四年还是他们执政的话呢 有九百一十亿 所以加起来 换句话来讲 加拿大已经 已经不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国家 不是富有的一个国家 再下去的话呢 我们就要更加的加水 所以这一趟保守党所挑选的那个主题 就怎么样帮助那些加拿大国民 在那么重的一个担值上面呢 能够吐一口气 怎么样在长远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平衡我们的预算 量入为初 在政府的小政府的管理层上 希望加拿大能够强壮起来 那这次我们看到政纲 这个保守党是说了 承诺这个如果选上五年平衡预算 那么从人民党的角度上来讲 是给这个时间比较短了 说两年就可以平衡预算 对那么艾伦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人民党的政纲 人民党政纲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政纲 包括经济平衡预算 还有对务 还有医疗 环保 还有人权自由 移民 这些方面 那我们很想跟大家介绍一个 重点介绍一个经济方面的东西 那人民党呢 一定要他认为 一定要充分发挥加拿大的权能 然后呢把加拿大经济搞好 特别是东西两条油管要建好 不像杜鲁多建不起来 保守党说要搞一个叫做 energy corridor 没有 没有集体的方案 那加拿大人民党认为说 我们可以用宪法 来修建这两条油管 发展加拿大的经济 我们不需要从 沙特拉伯 来进口油 我们自己油 为什么不用阿波台的油呢 然后我们可以把油 出口给亚洲国家 然后帮助加拿大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那么在平衡预算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 具体的措施 保守党说他们要在两任之内平衡预算 人民党是两年平衡预算 他们为什么不敢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害怕取消了这些东西会失去很多选民 但我们人民党的政策是不像任何利益组织低头 我们做我们不同的政治 我们要服务广大的加拿大人 那你要自由党 现在的赤字是700个亿 但如果自由党继续执政 他的赤字再加940个亿 我们赤字达到多少 1640个亿 四年以后 那么这样拿大人是没办法负担这么沉重的赤字 那把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未来都要赔上去 去负担他的税 那么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赤字呢 主要是自由党执政的时候呢 他有很多浪费的钱 第一个联合国和海外的资助 每年去掉60个亿 第二个呢 对在这个问题上 跟保守党的这个政策也是差的 差的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第二个呢 对这个大公司的资助 每年花掉100个亿 比如说Lavran SNC Lavran 福特公司 这些公司呢 他没有交太多的税 但是用小企业的税 去补贴他们 这个叫做Corporation Subsiding 这是公平的 然后我们可以省掉 然后对所谓的主流的 左派媒体的资助 每年超过10个亿 还有审计资金的补贴 就是魁北克啦 大西洋省份呢 每年花掉200个亿 那么给奶龙和蛋晴叶 叫做卡特集团 我们叫做Manager Supplement 这个东西每年花掉40亿 那你看一年我们省掉多少 他花掉浪费掉 纳税人的钱是400个亿 我们现在财政资质是700个亿 我们把这些税省掉了以后 我们还可以赢100个亿 两年就可以平衡一算 那为什么我们敢这么做呢 我们一定是为了加拿大利益为先 而不是像其他政党为了选票 他去Briber 这个组织 这个机构 这个企业 然后特别是保守党 我要提一下 他们根本就不敢去动 Supply Management 卡特集团的利益 他每年给你限制配偶 那我先稍微停一下 这个看你也要回应的吗 你要回应 对 其实人民党很多政纲 都是从开始的时候 都是保守党的一些题目了 好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对油管的看法 大家记得在哈布时代 其实已经批准了大的油管系统 大概有三个 一个是北方门户 一个是加拿大往东的Energy East 那么再加上 现在是那个Trans Mountain 恒加速油管的扩建 这三个都是保守党底下 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Maxime Bernier 也在保守党里头 咱们一同地通过的 那么当然保守党 现在建立这个 所谓的加拿大能源 我们是 我们是愿意看到 加拿大需要有一个远景 但是究竟是不是就应该要 忽略所有其他的声音 比如说原住民的声音 是不是硬的要去推这样做法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 现在很多因为政府 采取一个极端的立场的时候 就产生了很多的摩擦 很多的反动的事情 那么这个我们不相信 应该是加拿大去做的 我们觉得在极端化的情况里头 没有赢家 只有输家 所以对比如说国债 我们要平衡预算 等等这些议题 我们都采取一个 比较中庸的一个做法 你说我的医生跟我说 Kenny你也操纵了 操纵了20磅 那么我又没有可能 在两个星期里头去减肥 减去20磅 这个有可能的 但是对我的身体 可能会造成蛮大的伤害 对了 那个shock太大了 相反来讲 如果我跟医生讲 可不可以在五个星期里头 我去减这20磅呢 他说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要慢慢的去来 一步一步去做 纯粹一件尽的去这样做 那么这个也就是保守党的 那个感觉 加拿大人在过去杜鲁多的 三四年里头习惯了 花了很多的钱 习惯了政府的一些资助 如果在短时间里头 在两年里头 突然间把这个 突然间没有了 省政府也依赖了 那个联邦政府 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保守党 看了他们现在做的一个做法来讲 负责任的政府 就要纯粹渐进的去这样做 我们也是赞成的 怎么回应呢 我觉得我不太同意 这个Catty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要把 浪费的钱拿回来 而不是砍掉服务 比如说我等一下还要讲到 我们对医疗的这个措施 对税务减税 我们在不改变 对加拿大服务的前提下 我们把不必要的开销减掉 比如说 为什么要给联合国跟非洲 这些人资助那么多 资助钱是为了人道主义 跟有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们必须冲在前面 这是加拿大的精神 跟加拿大的这个价值 但是其实我们的钱 都是浪费在 那为什么要给大公司 进行补贴呢 这是不合理的 但还有一个 为什么奶龙这一块 它给你提供的 鸡蛋 牛奶 还有禽漏 这方面 每年的价格都是高的 每一个家庭 因为卡特集团 我们还花掉 一个家庭一千块 多了一千块 但是政府给它的补贴 是六十个亿 这个就是 你既然主张这个自由经济 如果保守派的话 更多的好像有点是 拒债的 对 举债 那我们是只有把这些东西砍掉 不砍掉 给男民的服务 我们还一个做法 我们是小政府 我们要把它做成 结业的一个政府 然后开销 节省 然后把不必要的浪费 给它取消掉 然后把这些钱拿回来 来服务我们的长者 服务我们的退伍军人 服务我们的无家可归人 服务我们的医疗 我们的交易 为什么不好呢 那我还是重申 保守党他没有这种勇气 他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怕得罪卡特极端 怕卡特极端 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不少选民 也是在说 其实人民党本身 你的源头是从保守党出来 但是可能政策上 会更加激进一点 但好 先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呢 我们带观众朋友 来继续了解呢 今年大选的核心议题